下一题 下一题要先请注意 老师说 考试画考图 请你先看清楚谁是重坐标 谁是横坐标 弄清楚你在看什么图 这张图的横坐标 是秒钟 秒钟时间 重坐标是公分 这张是用所谓的摄影机拍的 什么意思呢 在一个时辰上面把一个丝带 拿摄影机对着时代拍 他的时代上上下下的动 然后旁边有时间记录 7秒钟 所以他是拿一个摄影机对着时代拍 看他在不同时间 上上下下的情况 钢腿你要做练习 是用照相近拍的 走一个绳子 走一个坡 他插到一张 看那个绳子的样子 他是用照相近拍的 他纯坐标是公分 重坐标也是公分 长后 图不一样 你能够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 好 这张图你能看到什么 这张图我看到正幅 这就是正幅 正幅的平衡点到波峰 或平衡点到波幅 到最高到最低 所以这个正幅10公分 所以他选项B是对 正幅10公分对 第二个我可以看出的是 周期 震动一次的时间叫做周期 所以这个图上面显示 一个波要经过4秒钟 所以一个波4秒 震动一次要4秒 所以表现周期要4秒 所以我看得见周期 老师说知道周期就知道什么 周期就知道频率嘛 因为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所以周期是4秒 频率就是四分之一赫 所以选项A是错的 然后题目已经有波长 题目呢也有周期 所以我就可以算出波数 因为波数是波长除以周期 所以他告诉我波数是每秒10公尺 那我刚才又知道 那个周期是4秒钟 所以我可以算出来波长叫做 40公尺 所以呢选项猪也是对的 所以只有谁是错的 A是错的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A 可以吗 可以吗 OK吗 好 那 这个呢 这里他多给一个条件 就是P到Q呢要0.1秒 先不要管这个条件 所以我讲过了 这张图是照相机拍的 你抖一个绳子 产生一个波 它它照一张 这个绳子的不同的地方 的高低起伏情形 所以横坐标是中分 重坐标也是什么 中分 然后你想想看 你从这样看到什么 波就问什么 波就是问波长 问周期 问频率 问政府 问波数 那如果这样先不要管P到Q0.1秒 你能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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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再来 第一个波数 这个用P到Q0.1秒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它已经告诉你了 它已经告诉你了 它已经告诉你了 它摸了0.1秒走这么远 你就可以算出来 它速度有多少 这个用 我们的速度的想法就可以求出来了 它从P到Q 你可以看出来它走多远 它花0.1秒 因此可以算出来它的波数有多大 13 问波数有多少 第一小题 怎么算 你做 你的说法是对的 距离处理时间对的 可是你的答案是错的 没有 请问你P到Q走多远 P到Q走多远 这边少一格 这边多一格 往右营 40公分 40公分 几秒 0.1秒 0.1秒走40公分 距离处理时间 40处理点一堂多少 400 400 40处理点一堂答案400 OK 好 P 拖前进的波长 历时几秒 这里现在暂时用不到 我当我要给你们的重点 当我再跟你说 但是从图上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P到Q到底有走指的波长 于是你就知道一个波长要历时几秒 于是你就知道一个波长要历时几秒 好 P到Q0.1秒 所以 他走一个波长要几秒钟 他走一个波长要几秒钟 没有20号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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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波长 0.05 0.05 怎么算出来的 OK 很好请坐 P到Q有几个波长 这样是一个 这样是一个 所以P到Q有几个波长 两个波长 P到Q有走两个波长 然后呢要花0.1秒 两个波长0.1秒 第一个波长呢 一半 0.05秒 好停 然后就要回到我跟你讲的重点了 我上次说你要记清楚 我说重点你要记清楚 老师上次说 震动一次 产生一个全波 历时一个周期 前进一个波长 上下四个凳 我再说一次 老师上次交代 要记住个重点 震动一次 反正一个全波 历时一个周期 前进一个波长 上下四个凳 好 看到了 前进一个波长要0.05秒 于是 铃车站界问 周期多少 你前面已经告诉你前进一个波长要0.05秒 老师说震动一次 反正一个全波 历时一个周期 前进一个波长 上下四个凳 所以 周期多少 0.05 请坐 0.05 为什么0.05 因为老师讲过了 走一个波长就是多少 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 要走一个波长 走到一个周期 所以刚才的答案是0.05 是答案是多少 0.05 因为是0.05秒 就知道我们的频率是多大 周期是0.05 你就知道 频率有多少 你们班应该没有38号 30 不算 就是我点他的 他的周期是0.05秒 所以频率多大 没问题 3号 多少 请坐 你也坐 你也坐 为什么是20 为什么是20 因为0.05是百分之五 周期是百分之五 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这边就是五分之一百 所以答案就是20 可以吗 好 再来 P点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要发几秒钟 停 问题 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经过几个证明 错 对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个叫政府 这个叫政府 从最高点到最低点 这几个政府 两个政府 最高点到最低点两个政府 好 再来 刚才老师又讲了好多遍 振动一次 产生一个全坡 第十一个周期 前进一个坡长 上下四个政府 四个政府是一个周期 那两个政府呢 那我们答案 那我们答案应该是多少 那答案 那我们答案应该是多少 那我们答案应该是多少 老师说 老师说 振动一次产生一个全坡 前进一个坡长 历史一个周期 上下四个政府 四个政府是一个周期 现在是两个政府 所以他历史多久 你也蛮厉害 怎么问都不会 为什么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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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老师说 一个周期几个政府 两个 四个政府 一个周期 四个政府 现在只有几个政府 两个 所以只有几个周期 四分之二 半个周期 一个努力七秒 刚才说的就是0.05 所以半个坡长 0.025 好 最后一个 前进 我们又回到同样的一句话 借值 振动一次 产生一个全坡 历史一个周期 前进一个坡长 上下四个政府 那 我一个周期 会前进一个坡长 那现在呢 两个政府 那会前进多少 大哥我再问你 来你再站起来 你再站起来 多少 10 10 请坐 为什么是10 先跳回来 原来的问题 老师说 老师说 你看到这张图 你能看到什么 这个是照相机拍的 你看到什么 第一个你看到政府 就是这一段 政府 第二个你看到什么 波长 一个全波长 就是波长 波长 你可以看到波长 看到 刚才是摄影机拍的 你可以看到 频率 周期跟政府 这样是照相机拍的 你看到政府跟波长 波长 10公分 20公分 一个周期走一个波长 一个周期走20公分 现在是几个周期 半个 两个政府是半个周期 所以呢 只有一半 所以20除以二叫做 10公分 请问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很好